文綺紅 我觀察到孩子不討厭數學 我覺得這是重要的 你會數成形嗎 路不著寫人 那你就數到更多啊 不要 數到 你可以數到更多嗎 數到 數到 來 數到五億 三號 孩子常常被動 他會覺得說老師 你就在講台上講給我聽而已 我不用 我就是被輸入的 所以他完全記不起數學 可是今天他有動力 他想要用電腦上數學 所以他得回家讀懂 問懂 然後或下課問我問懂 他們會覺得他們只是去解題 然後看題目 然後可以用電腦 可以刷刷刷 他們覺得很有趣 來 你做完分數以後 你做 懲罰處罰 因為你懲罰處罰都沒有練習 老師不知道你那個地方 目前 情況怎麼樣 知道 重點是他看得到自己的成果 不斷地在進步 先答案上好了 這個答案是 九千六百九十六 然後就要寫在這個答案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小小的框框 你要寫在裡面 我覺得成法很爛啊 然後到這裡時候 要成法 就跟別人有點一樣了 因為我平常就很喜歡數學 然後以前還沒有去教平台的時候 就是都沒有辦法複習啊 老師只要教到一半 然後還沒教完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去 去平台自己練習 然後老師 討你們的時候 你就知道 他裡面講的 就寄在你的頭腦 然後老師問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講 在整班教學的時候 我們很難回去 針對個人 然後從他那個不會的點 再慢慢幫他建構上來 就算有那個時間 其實他的效果 都沒有均衡教育平台好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比如說我現在學生三年級 我發現他其實卡在二下 或二上的地方 某個觀念沒有通 那好我有時間 我回去從那邊教他 那這是我教他 那個位置是不一樣 是我教學生 那從均衡教育平台學習是 他主動學習的 他從那個地方 再補上來的過程當中 他獲得成就感 當他卡住的時候 他還問說 老師這是什麼 或是老師 這一題怎麼做的時候 是他主動問 所以我覺得這個學習的主動權 這個在其他地方是 就是我們當老師的 很難去勾出這個學生的 這種學習動機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 最可貴的是這裡 翻轉不只在於電腦 不是說孩子用平板 或用什麼去做數學 去做任何科目就叫翻轉 應該是讓孩子主動在課堂上 老師不是站在上面的人 老師不是單一的 教學的應該是學生 學生是體驗 然後分享 然後討論 這個工具呢 讓他們可以拿出來 去找到他們的答案 我覺得答案 誰都可以找到 但是怎麼樣 讓孩子去 有興趣自我學習 然後就開始翻轉角度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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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